美國大選之際 特朗普總統 感染中共病毒的消息震驚全球 引發輿論關注 台灣學者吳嘉隆表示 特朗普今次確診 可能會促使他認真報仇 對發動生物戰的恐怖分子中共 開出第一槍 台灣學者吳嘉隆10月2日在面書發文說 誰說美國不能對恐怖主義集團開第一槍 特朗普今次競選的真正對手不是拜登 而是疫情和中共 特朗普現在要回到他的競選主軸 就是打疫情擴散的來源——中共 在疫情之前 特朗普的政績非常明顯 各項經濟數據都是50年來的最佳狀態 美國股市攀上歷史新高 特朗普連任的機會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 但是中共病毒疫情 導致美國失業率暴升 經濟急劇衰退 美國本土的死亡人數超過20萬人 敢對特朗普造成很大壓力 特朗普早前多次在公開場合 譴責中共隱瞞疫情 導致病毒擴散全球 並誓言要對中共追責 吳嘉隆認為 現在特朗普本人也確診 估計他會認真報仇 他分析說 特朗普打擊中共可能有幾種方式 就是定性中共為恐怖主義組織 犯罪集團 取消中共主權豁免權 關閉中共在美國的領事館 或驅逐中國駐美大使 甚至斷交 他表示 美國未來會聯合各國 一起就疫情向中國索償 索償金額 估計超過100兆美元 一旦中共無力償還 美方就針對中共高官的海外資產出手 或註銷中共央行持有的美國公債 吳嘉隆強調 情況如果再惡化下去的話 我當然不希望這樣 中共如果再頂撞 美國可能就不會等中共攻擊過來 再出手 因為對發動生物戰的恐怖分子 不需要客氣 不需要說我先給你打 我再來反擊 目前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32天 不少專家認為 特朗普染疫事件 可能會令他本人和美國民眾 更加強化反共決心與及行動 加速追責中共的進程 時事評論員曹祥稱在推特法文 特朗普被感染 親身遭受病毒痛苦 更加會令他痛恨中共 姑且不說第二任期將會強化抗共 滅共力度 但是在選前 如果中共敢利用特朗普患病在台海和南海等挑釁 專家分析 美國可能會先出手 對習近平不會客氣 特朗普競選務款委員會 佛羅里達州主席 布萊爾·布蘭特 2號就連發幾則推文 強調要求中共 要為總統染疫負責 他說 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總統 進行了生物攻擊 中國很高興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喚醒了沉睡中的巨人 特朗普總統 必須立即對中國採取行動 由武漢到白宮 中國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自從特朗普的高級顧問希克斯確診之後 特朗普和第一夫人確診 隨後特朗普競選總幹事 史太平的檢測也呈陽性 由於正是美國大選的敏感時刻 特朗普競選團隊的主要人物連環中招 引發猜測 有分析認為 不排除中共故意向特朗普團隊散播中共病毒的可能 外界普遍認為 特朗普今次中招 可能會讓美國大選議題 重新聚焦中共病毒疫情 令美國民意和論調 再次回歸到對中共隱瞞疫情的追詐 新聞看點主持人李木陽在節目中說 不用多久 美國就會以更猛烈的打擊行動 幫助中國人民推倒中共政權 特朗普感染病毒 將會成為美國一個新的衝鋒點 秦鋒在推特上預測說 特朗普確診 會好像美國被日軍偷窄珍珠港事件一樣 美國人更加同仇敵氣 上上下下更加堅定滅共決心 看看現在場內的小粉紅 歡呼著弱 但卻不知道黨大禍臨頭 他表示對中共騎場 遲遲不肯封禁華為的英國首相約翰遜 在感染中共病毒康復之後 對中共態度大變 如其這樣將在美國 也會產生同樣效果 對美國人清算中共 是一個最好的動員方式 和美國關係較為崩緊的俄羅斯總統普京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也向特朗普表達慰問之意 10月3日 特朗普醫療團隊公布的最新消息指 特朗普總統不需要吸氧氣 正在接受瑞德西偉的藥物治療 白宮醫生蕭恩康尼就表示 特朗普的情況非常好 今次世的大學 是有一個問題的 例子 太平坡了 第四夥醫院 是大學生的 歸病院 是在討論中的 各國人的 詞學生的 歸病院 與歸病院